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游客出镜游最热门的目的地之一 在韩国的旅游胜地几州岛 成群结队的中国人走在怪事临讯的海滨小路 沉醉于异国景致的中国游客满脸兴奋 感觉这里非常的漂亮 而且看到了我们平时看不到的火山也非常激动 据KBS报道 韩国留业界预测仅国庆假期期间 访问几州岛的中国游客 就将会达到两万八千人 占同期访韩中国游客的一半 今年以来已经有27万七千多名中国人到访几州 比五年前翻了一番 为了方便中国游客 人船机场决定临时运营一个月的中国游客专用包机 为了吸引中国游客 韩国首都首尔市在十一前夕发表了包括住宿餐饮 导游景点解说等在内的八大中长期计划 其中包括增加4500名汉语导游到2014年之前将酒店客房增加到1.6万间 将中国游客满意度较高的100个餐厅制定为首尔旅游餐厅 并在2014年前扩充至180家 首尔市政府还计划针对中国游客实施中长期免签制度 据KBS报道 预计国庆黄金周期间访韩的中国游客数量将会达到6万 创下历史之岁 得益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中国游客以出手大方文明 对韩国的高价名优商品 以其整形旅游兴趣浓厚 零售行业正使劲浑身卸助 全力迎接出手阔绰的中国游客 除确保供应量大幅扩充反税柜台和汉语口译人员数量以外 还推出了能飞的汽车等特色赠品 韩国零售业界称 9月份来自中国游客的销售额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00% 预计国庆黄金周期间中国游客的消费额将有过之而无不及 韩国媒体评论说 韩国现在已经切身感受到中国市场快速壮大的势头 应该抓住机会推出更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 而威赛与亚太旅游协会日前开展的一项调查显示 与2009年相比 2010年亚太地区消费者的旅游异象有了明显增加 而中国大陆的受访者表达了最为强烈的旅游愿望 不过受多重因素的影响 以往的热门目的地目前呈现冷热不均的状态 日本和韩国向来是中国人出境游的热门之选 今年7月两国双双放宽了针对中国游客的签证政策 旅游市场增长迅速 然而日方在钓鱼岛非法扣押中国渔船船长的行径 以及日本右翼分子攻击中国游客所乘巴士等事件 使得中国公民复制旅游意愿受到严重损害 日含油呈现日冷寒热的现象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 由于最近日中关系发生摩擦 一些对中国游客消费充满期待的日本企业 变得有些忐忑不安 文章称10月上旬的中国国庆节黄金周将至 日本某家家电商场称 本来很期待大量中国个人游客的光顾 现在却开始担心今后中国顾客会减少 东南亚也是中国游客的主力墓地区域 其中泰国是一个亮点 政局的相对稳定 使得客源在国庆假期爆发 十一游客量预计明显超过去年 由于人质事件 菲律宾线路人气降到了低谷 携程还关闭了十一的部分线路 导致游客量极少 但其他海岛游人气并未受到影响 特别是普吉岛 巴黎岛 马尔代夫 2009年全球经济不景气 然而中国仍然有超过4750万人次的游客 出境旅游 保持了亚洲第一大出境客源市场的地位 中国旅游研究院负责人指出 2010年中国出境旅游 有望进入新一轮的快速发展轨道 中国出境旅游 为世界旅游复苏做出了重要贡献 中国旅游服务 近日亚洲 以169票赞成 70票反对 4票计权 通过任命动议案 金晃直将出任李明博政府第三任总理 现年62岁的金晃直出生在全罗南道长城郡 历任法院行政处次长 光州地方法院院长 大法官等职位 舆论认为金晃直的法律精英形象 将有助于树立李明博所倡导的公正社会理念 与此同时 韩国总统府青马台一号证实 李明博接受了金晃直提请 并任命青马台外交首席秘书金星焕 为外交通商部长官 韩联社报道 金星焕接下来将参加国会人事听证会 但由于这项任命无需国会表决 预计他将于本月下旬正式接管外交通商部 韩国总理一职的人选可谓一波三折 2010年7月底 韩国前任总理郑云灿因主导的一项修正案 导致执政党在地方选举中落败 宣布辞职 8月8号初 李明博提名金台号出任新的国务总理 但金台号迫于在野党压力 于8月29号宣布辞任总理提名人 而在9月初的时候 外交通商部长官柳明桓 也因女儿的特招门事件引咎辞职 进一步加深李明博政府国政运行难题 巴西斯坦警方1号说 北约部队一支运游车队 当天在巴南部遭遇武装人员袭击 20多辆为北约驻阿富汗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运送补给的油罐车遭到了焚烧 同一天 巴方继续禁止北约补给车队 经由凯布尔部族地区一处检查站进入阿富汗 半岛电视台评论说 不管是武装人员袭击油罐车 还是巴官方暂时封锁多尔哈姆边境口岸 原因在于北约部队多次进入巴西北部 库拉姆部落地区实施空袭 直接导火索则是9月30号 北约直升机越境空袭 导致三名巴基斯坦士兵死亡 巴方1号重申 北约部队越境执行任务的做法 侵犯了巴基斯坦的主权 巴方将对此展开调查 巴基斯坦是北约从陆路补给阿富汗战场的最重要通道 目前巴官方已经切断了境内约80% 通往阿富汗的补给输送干道 巴基斯坦方面尚未给出禁止北约补给车队通过的原因 但是巴政府早些时候曾经表示 如果北约部队继续侵犯巴基斯坦主权 巴方将停止向北约补给车队提供安全保护 美国方面认为巴基斯坦境内与阿富汗接壤的一些部族地区 藏匿大量基地 塔利班等武装组织人员 并时常发动单方面袭击 阿富汗安全部队与助阿联军在阿南部地区坎大哈进行的龙袭击行动 10月1号进入第7天 行动波及地区大量的平民被迫逃离了家园 为此当地政府将工作的重点放在了提高政府公信力上 希望借助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来稳定局势 来看半岛电视台的报道 作为这次军事行动最重要的前沿阵地之一 在阿富汗南部坎大哈省的潘杰瓦伊地区 很多军民都逃离了长久生活的家园 阿富汗政府意识到加强政府的公信力 对稳定各地局势有着重要作用 多年来 驻阿联军的目标就是消灭塔利班组织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 各方都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尤其是无辜的阿富汗普通民众 如今当地政府官员走进民众的做法 也得到了联军的肯定 他们认为稳定民众情绪 无论对于军事行动还是稳定局势 都有帮助